堆积如山的废家具全面燃烧 发出熊熊的火焰 有如一座火岩山 空勤直升机掉化水袋 从空中洒水压制火势 7号清晨的4点多 苗栗市垃圾掩埋场内 堆积如山的废家具区突然起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全面陷入火海 下方队出动大批的人车赶往灌旧 担心废家具的底层高温产生闷烧 现场找来的挖土机进行开挖 让消防人员喷水灌旧 但大火持续燃烧 由于燃烧的面积相当的广泛 将近有一公顷 仅需要申请空勤总队的直升机前来支援 从火场的上空灌水 地面和空中合力灭火 我们就是用怪手跟水线的方式 因为这边缺乏有效水源 所以我们用采水的方式来轮流供水 目前出动了7辆水库车 然后大量的消防人员来这边都进行控制 苗栗市垃圾厂废废家具站置区 去年的11月也曾经发生大火 造成烟路弥漫 影响苗栗地区空气的品质 而这一场大火 县府环保局也针对空气的品质进行监测 民事新闻邱建超苗栗报导